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7月8日 星期四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過去幾天都是比較多的趙雨 其實今天都是一些比較天晴 和酷熱的天氣 我們現在酷熱天氣警告都是生效的 我們其實現在是一個 酷熱帶高壓脊 都是控制著我們這個元朗地區 我們從衛星圖像都見到香港這個位置 中國東南元朗和南海北部 都是因為受酷熱帶高壓脊的影響 整體來說雲量都不算多 我們在南區鶴咀望出去 都見到很少雲 北邊來說在劉浮山都是低雲 預計今天都是陽光充沛的天氣 不過在雷達圖像見到 在廣東元朗地區 昨晚到今早都不時有局部地區的趙雨 所以元朗地區也有機會有局地趙雨 今早大部份地區的低溫 都是介乎26至29度 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會大致天晴 但局部地區有機會有些趙雨 日間天氣是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預計上升至33度 而新界有機會高一兩度 吹和緩的東南風 初時風勢是偏中清淨的 除了是熱之外 今天也是曬 預計今天最高紫外線指數 有機會去到11 一個極高的水平 很多同學都開始放暑假 安排很多活動 今天戶外工作或活動的朋友 都要留意 又熱又曬 都要做足防暑防曬的措施 除了今天之外 因為富熱大工仍然控制著元朗地區 未來幾天預計 天氣都會大致天晴 天氣酷熱 看到星期五至星期一 周末這些時間 都會比較好天的天氣 以及都會比較熱 今節的天氣先看到這裡 再見